中超联赛第二十七轮与上周战霸,广州恒大大胜归中恒风,上海上岗的完胜山东鲁能后,两队差距还是两分,至此,争冠悬念进一步延后,本周两队之间的千王山之战,被外界看作是最终冠军归属的分水岭,兵马未动,凉坛的军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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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军 军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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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说实话其实并不算太多,本赛季,恒大队在联赛中,实行的是202政策,即胜一场奖200万,拼球不奖不罚,输球扣200万,此外每晋升对手一球奖励100万,可谓赏罚分明。 难怪球员们踢临赛总是生龙活虎,不知疲倦,赢了有钱拿,输了扣钱,换谁也要拼命不是,关于一千万的奖金目前真实性还有在进一步证实,但是对于本场比赛,双方的重视程度是无庸置疑的。 从前几轮的两队相继一次洗牌,到如今的赛前媒体放出风声,可以看出双方对于这场争冠关键战役,早已是摩拳擦掌了。 11月3日,天和体育场,塔利斯卡对胡尔克,鲍利尼奥对奥斯卡,当然了还有五球王,能否继续进球一举多下胜手王?这场对决值得求你们期待。